大家好 我是武田游戏 那今天呢 我要來介紹的是我自己的角色的一些潛能上的配置 因為常常有這個觀眾或是粉絲他會問我說 欸 主播你的傳音是帶什麼樣的潛能 你的傳流是配什麼樣的潛能 那我想說我今天就直接用這個 我自己的這個潛能設置的部分給大家看喔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配潛能都會像這樣子 就是有兩套可以配 就兩格 那你就自己去設置說你想要玩什麼 那我們來看第一隻角色傳奇櫻木好了 這一隻出場率蠻高 也是我自己蠻喜歡用的角色 一般來說我都是用這一套 就是黃色是以中頭藍版為主 那藍色呢 我是帶這個極速充能 但其實如果傳奇櫻木你有初始能量的話 你可以直接改成初始能量 會更快一點 因為極速充能 我會帶這一顆的原因是因為 能量套啦 我就只升這一顆而已 就能量套基本上這一顆是CP值最高的 就是你如果這一顆升到八級 所有角色的能量套你都可以用這一顆就好了 你不需要特別再去升其他顆 這一顆的效益就是最高了 在他八級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說傳音帶初始能量比較適合 因為傳音他是能量滿了開狀態之後 他就不需要再能量了 所以後面這個能量累積的效益就會直接變成是0 所以這個是他不需要能量累積的原因 他只要開大之後 之後就再也不需要吃任何能量 他鑽珠弓也不會有任何能量的提升了 所以這個是傳奇櫻木 如果你有初始能量 你可以這顆改成初始能量 改那種30的 你進場就會直接76 那可能進場就可以開大那一種 那綠色的部分呢 我是帶這個藍板跑動的部分 因為他有增加這個藍板競爭值 所以你在這個秒板上面會變得更好強一點 然後呢 我的大顆特質呢 是帶秘密武器加藍板競爭 基本上我覺得這兩顆是沒辦法變的 你這兩顆帶著 然後再加這個急速充能呢 我這個進場就是71 那如果你改成初始能量就加30的話 你進場就是76 他只要80就能開大招了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初始能量會更快的原因 那第三顆呢 我自己習慣都是帶衝搶藍板 因為像這種軟C啊 他在加速狀態下搶藍板的時候 他的這個藍板高度是非常的高的 那我自己也習慣說 這種角色就是用加速去搶 所以我會帶衝搶藍板 當然啦 如果你要換成那個自勝決心 像這種的 就是他是固定性的 就是藍板加3 而且他可以提升這個 你按那個空階灌籃的命中率 有些人會帶這一顆 也不是不行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看個人習慣 那我覺得傳音其實這一套就可以了 他也不太需要再去特別調什麼 我是認為 就是我一般都是用這一套就OK了 那這個三分套呢 是我拿來搞耍的 這個大家就不要學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隻角色 那我們看一下傳奇流川楓 那傳奇流川楓呢 就是他這一隻角色 雖然他 伴隨著他出場的時候 有兩顆新的潛能 就是 他有一個中頭初始能量 但這一顆我沒有特別提升 我覺得這顆效益不是到那麼好 所以我沒有特別提升 因為初始能量的話 我在藍色的部分 我就直接用這一顆就有提升了 那初始能量這個 比較特別 他如果太多就是涵蓋 超過你原本 升上去的那個級數之後 他初始能量會被吃掉 就是多餘的部分 溢出的部分會被吃掉 所以我就沒有再 額外升那一顆 那基本上傳流你要帶 主攻套 你要帶 超級套 甚至你要帶 抗擾套都OK 抗擾套的原因是因為 假設你今天遇到 比較會蓋內線的 就是比較會蓋的內線 他們那個 攻框守得非常的好的時候 你是沒有辦法 用攻框這樣一直偷分的 尤其是在三排的時候 現在真的是會遇到 比較會蓋的 那你這時候就 逼不得已也只能 去做一些頂機制的動作 那大家之前有聽我講都知道 這隻角色機制真的很不準 所以帶抗擾套 多少還是有幫助啦 那抗擾套就是 拿來打單核 傳流的時候 好用的部分 那一般來說就是 看你要帶主攻或是超級 這隻主攻很強 所以主攻套還是主要的為主 那藍色的部分呢 有一些人會帶這一顆 就是新出的那一顆 那個什麼 就是能量累積跟中頭這一顆 這一顆 那個蓄能中頭 就是讓他幫助他中頭 是可以維持在最高的部分 可是我剛剛有講嘛 我自己能量套 我就是用這一顆 這一顆是 累積上跟 一開始提升的 這初始能量效益都是不錯 那像傳流呢 他累積能量就很重要了 因為他是最高 要升到五級 那你這個累積能量 有提升起來 其實就好用非常的多 那一般來說 在打單雙牌的時候 你的得分也不至於到 太難打 所以我就不會做過多的中頭出手 除非真的有空位 不然我不會一直去頂頭 因為這一隻角色頂頭真的不準 那可能也是因為我帶能量套的關係啦 不過我有看過人家帶40中頭 就是中頭滿的 頂了還是很不準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角色 真的是能製造出空位最好 不然 除非對方防守真的很強 就強到你攻框完全沒辦法打 不然我覺得 他不是一隻拿來頂的角色 那藍色看你要帶這個 帶滿中頭 或是帶像我這樣子 把能量累積拼起來 都是ok的 那綠色的部分呢 就是如果你黃色是帶主攻 那你這一顆就是主攻 那這一顆如果你有這個主攻能量 是更好 主攻能量這一顆 他其實很多角色都滿適合 像三分攻聚位 三分攻聚位那些角色 他帶主攻能量再加藍色能量 他一場裡面保底兩個大是輕輕鬆鬆 甚至你狀況好一點 拿到助攻多一點的時候 甚至有到三個大 只是這個東西也算是 你有多餘的資源 你再來提升會好一點這樣 不然一般來說 都是帶主攻傳控 第一個是比較不容易被晃嘛 第二個是你晃倒人的機率也比較高 或者是這個 這個 對就是主攻傳控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要帶超捷的話 他有一顆也蠻不錯的 我以前很久以前生的 這個超捷能量累積 這個反攻號角這一顆 也對於來說 對他來說也是相當不錯的一顆 潛能這樣 那大顆的部分呢 我是帶能量套的 就是大家有看到嗎 我來得分加歡呼 就是 基本上這兩顆都帶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對於這隻角色的得分 把握度是非常高的 通常我會這樣帶 代表 我覺得這隻角色出場的時候 他保底至少就是十幾二十分起跳 除非遇到真的很會守的 不然 不然說真的 這隻角色要被限制得分沒有這麼容易啊 我是指在單雙牌的時候 三牌當然分配好 他就很容易被蓋爛了 然後再一顆決勝一隻這樣 就是加那個晃倒啊 因為他傳球跟中頭灌籃上籃的這個命中率 決勝一隻算是一顆 我覺得 那個 算相當好用的一顆特質 對於這個 得分手來說 他可以加晃倒加這個中頭 而且他 常駐性的 就是永久提升的這種 所以決勝一隻算相當不錯 那第二套就是這個超級套 那超級套你不一定要帶三分的啦 你可以帶中頭的 超級套的話 這一隻角色確實不錯 那超級套你就帶單挑王 然後還有這個靈動防守 假設你要帶超級套就是單挑王跟靈動防守 然後再配一顆 看你要再配決勝意志什麼的都可以 就是然後超級把他帶到40這樣 這隻角色他撞停超的能力也很強 那被動截球也不錯 因為他也是有天賦 不過你要先提升那個支配 要先提升支配之後他超級能力才會提升起來這樣 這是傳奇流川的部分喔 那就是主攻套超級套或者是抗擾套都蠻適合這隻角色 就是在不同的狀況下的應對 然後再來我們講這個比較常出場的角色 像集訓福田好了 集訓福田這角色基本上他沒有太多的選擇 他一定要帶能量 這隻角色呢 現在雖然會守的人可能沒有想像那麼多啦 單雙牌你有可能灌籃還是可以投很多分 但你遇到會蓋的時候 他那個靈藍之矛真的會是保護他進攻的一個關鍵 所以一般來說福田呢 集訓福田都是帶藍板套的 帶藍板 但他一樣是藍色會篩這個能量的部分 而且很重要喔 你不帶能量 你有時候被蓋爆之後 你是完全沒辦法得分的 那這個 如果你有這顆充能藍板那是最好 這一顆如果有的話 可以讓他能量循環更好 搭配我來得分啊 然後這個歡呼 我一樣是用能量去做循環 因為通常集訓福田呢會有大量的球權來做進攻 所以呢 我們這個能量套就是相當的重要了 對 這個部分 基本上這一隻 你這顆也可以再帶一個藍板競爭 你這顆可以直接換成藍板競爭 這樣子是更好一點 那初始一開始可能你就有一顆大 你一開始可能就有一顆大可以做實用 啊我記得他好像是 我不帶藍板競爭好像是因為他會溢出來吧 就是加這個他初始會溢出來 所以我才沒帶藍板競爭啦 不然如果你這一顆不是帶極速充能 你這個藍板競爭提升上去也是相當不錯的喔 對 因為你在他補扣上面也能獲得提升 那我覺得集訓福田沒有太多的選項耶 你歡呼可以拔掉啦 歡呼可以拔掉再帶一個 比方說那個空中得分就是補扣的那一顆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他藍色一定要帶能量 不然真的超難打的 你不能量的話 他很多時候還是依賴那個鏡頭的命中率 啊對了 黃色呢這一隻其實是需要鏡頭的 就他打鏡頭的時候 他真的是需要鏡頭藍板這一顆 只是我沒有特別的去做提升 你沒有鏡頭呢 現在命中率真的很慘 尤其是對方藍下再站一個長鷹在那邊 或者是現在進階的魚住 他用那個遮天慢冒你之後 就是前幾天比賽的時候 大家有看到那個 那個HAT對OM那一場比賽 對方進階魚 那個七七用進階魚 他都一直慢冒 那個小七的集訓福田也都頂不進 就是就是他都帶鏡頭都頂不進喔 更何況是你帶中頭 就是非常的 這隻角色真的比較害怕的就是 魚住然後長鷹 這種這種有效可以干擾的 然後集訓高殺其實可以有效的克制他的攻框 對 那我們今天呢就先介紹這三隻角色 那後續呢我應該每一天都會出 然後針對每一隻角色去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我會把我自己配置的潛能呢一一跟大家做說明 那這樣大家自己在面對不同的情況下 也可以去做出適合的這個潛能配置喔 好那我是五騰遊戲 我們明天見啦 大家掰掰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囉